今天丁丁在曼谷唐人街 看我卖了栗子 长复栗子 看这边有草栗子 观地狗庙 今天丁丁可不是来逛街的 而是来参加庆功宴 今天泰国福建会馆 张建露永远荣誉理事长 在大华大酒楼设庆功宴 丁丁们感谢和慰劳在酒房斋节期间 有杰出贡献和无私奉献的人士 曼谷唐人街 大华大酒楼 华楼 香宝楼 香宝楼 泰国风光好 是士林通公主于2012年提的词 这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内 感相信吗 这里就是在曼谷唐人街的一家华人饭店 泰国福建会馆辖下 盛兴宫清水祖师庙 每年举办酒房盛会 全体庙厂委员会委员与 慰南堂互助委员会委员 同心同德 情测 情力 广设 宅餐和来自各界 千万善众 摘友 共相盛举 为表示感谢全体同仁 对社会付出之辛劳 泰国福建会馆永远荣誉理事长张建露先生 一如既往 亲自做东 设庆宫宴 有关在九皇斋节期间 泰国福建会馆辖下 顺兴宫清水祖师庙 举办的各种活动各种仪式 记得去追 之前丁丁发布的视频哦 高如同永远名誉理事长 介绍到顺兴宫清水祖师庙 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按照传统 每一年都会举办 九皇斋节 高如同永远名誉理事长和我们苏晨志理事长都说到 每一年这九天一定会吃斋吃素 并且介绍了吃斋吃素对身体的各种好处 借此机会张建路永远荣誉理事长向泰国福建会馆捐赠教育基金 非常传统的一道菜 沙拉虾球 哇这个萝卜糕好香好香啊 这是老华人餐厅必备 虾人烧卖 真的你们会发现 如果来泰国吃一些中餐厅的话 它有各色各样各种蒸笼的点心的话 这个餐厅一定是有历史和年代感的 它这个沙拉虾里面放了白果 好好吃哦 一整个非常完整的翅 这个萝卜糕果然是非常非常香 非常非常绵密 入口计划 还有一些微微的辣味 这个馒头面饼就是配这个小猪猪 我们杨总干事开头 他最辛苦了 他的血鱼 淋点酱汁 今天的甜品是椰汁西米露 很香 也有白果叶 其实如果你来到曼谷唐人街要华丽 只知道吃路边摊 说明你还是一位触及游客 不妨来试试我们老华人开的中餐厅吧 明年泰国九皇盛会 我们在泰国福建会馆 辖下顺心宫清水祖师庙 再见 拜拜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我说是参